大家好,我是Frank 从本期开始,我打算开一个新的系列 每周复盘一个曾经进去过或者正在里面的资本大佬 暂时还没有想好名字,不如先叫它铁窗风云路吧 如果哪周我没有准时更新,不用担心 也许你可以通过科学上网找到我 好了,先玩小叙,让我们进入本期的主题 德龙系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上 德龙系一直是最特殊的那一个 他所实施的一系列并有重组,周章守法 放在那个金融制度相对滞后的中国 就是纯纯的降维打击 而其爆雷所牵扯的范围之广 涉及的行业之多 波及的受害者之重 产生的破坏力之巨 几乎都是天子一号级别的存在 有关方面,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耗费了近20多年的时间 才勉强修缮了相关法律漏洞 而身为德龙系总司令的唐万新 则在德龙崩盘的最后一刻 成功逃亡了海外 留下了那一句经典的下月回国 可谁也没想到一个月之后 他还真的有胆回来 那么,唐万新究竟是如何发家 又如何一手缔造德龙系的 德龙系又是如何搅动资本风云 掏空金融市场的 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片 1964年 唐万新出生在新疆陆木齐市的一个 干部家庭 家中共有兄弟姐妹五人 大哥唐万里 二哥唐万平 三哥唐万川 四姐唐万华 唐万新排行老五 一家人全都是德龙系的核心元老 江湖人称 万里平川一片心 1981年 唐万新考入了 位于山东东宁的原华东石油学院 但是在读了一年半的书以后 唐万新却主动申请了退学 返回老家乌鲁木齐后 又重新参加了高考 1983年 唐万新成功考入了新疆石油学院 第二次步入了大学的校门 当时石油学院 在新疆乌鲁木齐东边的吉姆萨尔县 经营有一家农场 思维活络的唐万新 主动向校方提出申请 成功争取到了一份 在农场干活的差事 可农场零年亏损的局面 并没有因为唐万新的到来 有丝毫的改善 相反 农场最终亏的是一塌糊涂 所有相关人员 该分配的分配 该遣散的遣散 此时的唐万新 根本无心念书 满脑子只剩下了做生意 于是他第二次申请了退学 1986年 在大哥唐万里的资助下 唐万新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区里 做起了各种买卖 小到挂面服装 大到化工浴石 形形色色的生意 唐万新都碰过 只不过 非但没赚到什么钱 还把大哥赞助的 其中资金给搭进去了 转折出现在唐万新 辍学创业的第七个年头 当时上交所和深交所 相继成立不久 中国股市还处在 摸着石头过河的混沌阶段 绝大部分上市公司 为国家和集体所有 所谓的股份制 都是些非流通性质的 国家股和法人股 开放给市场的流通股 非常有限 而且因为害怕 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 所有涉及国家股 和法人股的交易 一般都要求胜之再胜 原则上 不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但地方也有地方的难处 你说 好不容易走出个上市公司 如果仅仅是因为 融资通道不畅 而被迫退市 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虽然心里揣着明白 但如果出现 有实力的收购方 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 还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别说那时候了 哪怕放眼今天 都没有出台任何一步 针对并购重组的专项法案 上面究竟是他意思 没人知道 只能到公司法和证券法的 宏大叙事里面自行领会 经历了9981难争取来的上市 不是来平先进力排放的 是来实实在在融资的 各地方的上市公司 没必要端着 更没必要 做那冰清玉洁的 无缝的鸡蛋 当时的上市公司 可不像现在 一没有早期的战略投资 二没有发行前的市场认购 90%以上的法人股 几乎全都套死在 实际控制人的手中 讲难听点 哪怕他清掉个40% 那又怎么样 只要自己手里 还握有超过51%的股份 那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就还是自己的 而我们的主角唐万新 筹准了 就是这门生意 1992年 在这借来的5万块钱 唐万新前往西安 一近乎白菜价 收购了十多家上市公司 大量的法人股 之后将这部分股票 辗转卖到了新疆和深圳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获利超过5000万元 赚到了大钱的唐万新 火速招募了 七年时间里 在新疆一起打拼过的各路兄弟 并联手大哥 二哥 三哥 以及四姐夫 共同成立了 乌鲁木齐 德龙实业公司 在中国资本市场 呼风唤雨 长达11余年之久的德龙系 正式起航 所谓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有时候 越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越得是在某些核心问题上 把握住问题的核心 为了响应西部大开发的号召 唐万新主动配合当地政策 积极进军农牧业 大力发展现代化农场 之后的几年里 德龙系又先后布局了 房地产 酒店业和旅游业 可除了一家远在北京的歌舞厅 还能勉强赚点零花钱以外 其他的业务线 几乎都是亏钱的 回想起 曾经连续七年创业失败的自己 这一次 唐万新彻底误了 那就是干实业 赚不了快钱 正当德龙系上下 还在为各业务板块的亏损 交头烂额时 唐万新的贵人出现了 他便是当时 新疆囤和的董事长 何贵平 何贵平早期是新疆 昌吉州地方国企 囤和水泥厂的厂长 在当地有着丰富的人脉资源 而他比唐万新 大了足足有27岁 一边是初出茅庐的 愣头小青年 一边是运筹帷幄的 地方化石人 两人的关系 着实有点像狂飙里的高启强和泰叔 有传言称 唐万新私底下 尊称何贵平为老爷子 1996年7月31日 何贵平的新疆囤和 成功在上交所上市 三个月以后 唐万新便以2块5毛1美股的低价 收购了新疆囤和 713万股的法人股 而当时的收盘价 却高达13块3毛5 一来一去 相当于何贵平 给唐万新的收购方案 打了个1.88折 此时新疆德龙的持股比例 来到了10.185% 成为了新疆囤和 实际上的第三大股东 为了掩着耳目 唐万新通过配股和协议转让的方式 将对新疆囤和的直接持股比例 稀释到了7.36% 另外又增持了新疆囤和的第一大股东 囤和集团90%的股权 以间接的方式 持有了新疆囤和21%的股权 最后的两年唐万新又如法炮制 先后完成了对东北涅合金大厂 沈阳合金 以及湖南汽车零固件制造龙头 香火炬的法人股收购 至此 手握三家上市公司的德龙系 已成功集身 民营财团的第一梯队 从1997年到2000年 短短三年的时间 新疆囤和 沈阳合金香火炬的股价 平均暴涨了1034% 考虑到实际的收购成本 是在1997年的市场价的基础上 再打1.88折的 德龙系老三股 怎么着 至少也得是三年翻了个55倍 嗨 别说三年55倍了 很多人的基金净值 不要是三年还剩个0.55就已经不错了 根据事后庭审披露的信息 老三股暴涨奇迹的背后 是德龙系在三年间 累计动用了24705个股东账户 以及678亿的巨额资金 硬生生的把三只股票的价格给抬上去的 以三大上市公司为平台 德龙系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 间接控制了近200家企业 在部分核心领域 甚至有不输给国家队的溢价能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甚至只要跟德龙系闹出点什么绯闻 都能迎来一波大涨 人福科技 青岛双星 华北制药等上市公司 就曾经吃到过德龙系翻牌子的福利 德龙系天下第一桩的名号 响彻股市 所以江湖中还流传过这样的经典语录 股不在忧 有德则鸣 价不畏高 有龙则铃 不同于现在小家子气的小油子小机构 质感一拉高就出货 一洗盘就兑现 德龙系的做装模式 更偏向死多头 一方面不停的轰抬股价 另一方面又坚定不移的长期持有 这波迷之操作 看似是格局彻底打开了 但却存在一个知名的bug 就好像你去参加拍卖 刚开始跟着一起抬抬价问题都不大 可就怕你的报价突然没人硬的尴尬 放眼现在的A股市场 双家和优资 几乎不可能去碰那些市值超过20亿的票 原因很简单 小盘股几个亿栽下去就能轻松翻倍 大盘股几个亿栽下去 连一点水花都没有 根据唐万新自己的说法 德龙系崩盘前 每年有将近40亿的预算会被用来抬高股价 其中只有10亿是筹码 而另外的30亿 全部都是利息 当被问到为何要不停的并购重组 德龙系最终究竟要靠什么赚钱的时候 被告席上的唐万新是这么回答的 继续并购 永远下去 在他看来 只要不停的收购兼并 股价就能不停的创新高 自然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韭菜 挥舞的钞票进场 他坚信 只要自己一直开豪车 就一定会有骑自行车的 前来送钱进校 把时间拨回到1993年 此时的德龙系 还没有正式收购新疆囤核 但是唐万新已经联手和贵品 共同筹建了新疆金融租赁 受限于当时金融牌照的总统限制 新疆德龙明面上只出资了700万 象征性的持有了12.73%的股权 但背地里却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 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洗位 这便是唐万新的第一个金融通道 1996年底 新疆囤核参股的另一个融资平台 金星信托正在和元大股东工商银行 新疆分行闹别扭 心心念念融资渠道的唐万新 又一次趁虚而入 如法炮制 借到新疆囤核 收购了金星信托30%的股权 为什么唐万新 如此热衷于收编金融通道呢 说实话 虽然上市公司同样具有融资属性 但那个时代的流动性 实在是太差了 实之无畏 其实可惜 就好像是价值30元的 法拉利满检抵扣券 而且 无论是面向股东配股 还是面向机构订增 都有太多的审核流程要走 拿钱效率太低 可一旦拥有了自己的金融通道 就可以把手 直接伸进老百姓的口袋 再配合上 上市公司的信用背书 轻轻松松就能获得巨额资金 从1999年到2003年 唐万新 继续在资本市场攻城略地 同样是以 低价收购法人股的方式 分别实际控制了 重庆实业 北京中砚和天山股份 至此德龙系一跃成为了中国 拥有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民营财团 在补上了民间融资 这最后一块的拼图以后 唐万新的商业逻辑算是彻底闭还了 上市公司负责提供担保 金融通道负责提供资金 唐万新负责提供故事 更高的市值换来了更大的背书 更大的背书换来了更多的资金 而更多的资金又换来了更高的市值 乍看之下 这个循环好像是无懈可及的涌动机 但是钱是有成本的 一旦击鼓传花的速度 追不上融资贷款力滚力的速度 这个闭环就将陷入死局 根据事后庭审披露的数据 截至2014年7月 德龙系通过旗下金融通道 向413家机构和772名个人 共募集了208亿的资金 而代价是承诺给到12%到22%的年化收益 加之德龙系6家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规模 为100个亿 而承诺的平均收益率为15% 要实现当期的收益率目标 并保证悉数兑付 那么下一期的募集资金 就不能少于115亿 十多个点的承诺收益 偶尔来那么一次可能还行 可等到市场环境收紧了 融资渠道收起来了 还要一意孤行的年年那么高 就算是家里有印钞机 都得给它印报费了 2001年金星信托的资金链就首次出现了异常 帐上有20多亿的理财产品缺口为暗期兑付 而到了年底 这个缺口又被进一步放大到了41亿元 此时的德龙系内部爆发出了截然相反的两派观点 一方主张壮士断腕 申请金星信托破产 另一方主张权力抢救 甚至不惜杂入德龙系十余年攒下的积蓄 保还是不保 如果要保 保大还是保小 成了集团内部的重大分歧 4月份 唐万新把德龙系全体弃名董事 叫到了杭州西湖宾馆 商讨如何解决金星信托的对付问题 结果 除了唐万新以外的所有人 包括大哥 二哥 三哥 四姐夫在内 都主张七居宝帅 哥虚气跑 但唐万新是铁了心的要救 随即他发动了一票否决权 否决了其余七个人的不同意见 可没想到 内乱还没平息 外部又接二连三的闹出事端 4月份 著名经济学家郎贤平发表评论文章 公开炮红德龙系的运作模式 是家族式敛财 这一次 向来低调的唐万新终于坐不住了 他开始四处演讲 宣传德龙系先进的运营模式 并且还在背地里 吃巨资聘请媒体专家 帮忙发文控评 据传言 当时一篇名嘴大佬的专稿 单篇的报价能够给到200万以上 一时间 大量褒贬德龙系 具有企业担当精神的文章 铺天盖地式的刷屏 2002年11月 大哥陶万里 成功进入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担任副主席 德龙系在扭转舆论的道路上 再下一城 然而 德龙系旗下金融通道的雷 还在一个接一个的报 这种事就像家暴一样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一旦开了第一个口子 后面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尽管唐万兴 动用了所有渠道全力营救 但整个2001年 精英信托仍然爆发了四起对付事件 德龙系的信任危机 真的只是时间问题 据统计 从2002年到2004年 德龙系理财产品的回购率 从97%暴跌到了可怜的3% 也许唐万兴 可以在内部会议上 一票否决所有人 但这一次 他即将成为那个 被市场否决的人 2004年4月13日 德龙系老三谷之一的沈阳合金 突然闪崩 盘中跌停 而此时的唐万兴 还一脸懵逼的 沉浸在自己 刚过完没多久的 40岁生日宴中 第二天 老三谷悉数跌停 曾经的天下第一桩 就这样 毫无征兆的 风水倒转 在外林冰霜 内施方寸中 迎来了自己的葬礼 2004年7月18日 在逃亡海外 一个月以后 唐万兴 重新出现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5个月以后 唐万兴 被正式逮捕 2006年4月29日 这期建国以来 规模最大的 民营企业金融案宣判 唐万兴 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 被判处游戏图刑 8年 罚款40万元 谁能在州 亦能复州 在那个混沌初开的年代 所有 以现代眼光看 不合理的地方 可能 都是符合游戏规则的 因为那时候压根就没有游戏规则 在没有形成白纸黑字之前 上面有机会寻租 下面自然也应该有套利的权利 如果今朝的剑 能斩前朝的关 那想搞死一个人 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呢 最后想问各位一个问题 在挤兑危机发生初期 如果唐万兴没有权利去救 而选择 顺遂了其他七个人的意见 当断则断得东西 最终 能否度过危机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这个系列的 记得点赞关注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